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之天下》 由于阳为您播讲 请听第572集 前线捷报频传 五月中的京城是一片欢声 城中的酒楼茶寺 多少人举杯为官军的高歌猛进而欢呼 诗词文章一篇接着一篇 可是韩府之中却有一声 韩刚在灯下问着王仪 你可知迄今为止 报上来的斩首有多少 见妻子茫然摇头 韩刚叹道 哎 加起来都没有两千呢 兼壁青野诱敌深入的方略已经是很明显了 从时间上算 走得最快的环庆静远两路应该快要尽敌灵州城下了 真正严酷的战斗 这个时候才要开始 王顺晨还是第一次在长安以西立于黄河之滨 没有高耸的堤坝 只有宽阔的河床 浑黄色的河水就在眼前汹涌奔流 带来隆隆掏声 眼前的滔滔大河不是王顺晨过去入京时在路上看到过的泥浆洪流 尽管依然浑浊 但一眼就能看得出与那一碗水半碗沙的泥浆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若是能够分身 真想再往上游去看看 看看黄河之源是从何而来 王顺晨寻声回头 王后不知何时已经走了上来 王后在王顺晨的身边立定 一同眺望着黄河 他三十岁便担任了全桃州之州兼西河路前侠 甚至之前还早早地转了文资 正八品的太子忠允 在沈关东院中 就是拥有一个进士头衔 一般也不可能在这个年纪便执掌一州军政 能做到这一步 也只有依靠军功 在西北边陲历练了十年 留着两片短须的王后皮肤油黑 但看着依然年轻 气质是沉明厚重 一双眸子既不锋芒毕露 也不是圆滑内敛 而是坚定如实 王顺晨看着他 就仿佛当年初见王勺时的感觉 记得当年玉坤曾经说过 黄河水中泥沙来自于 陵西陕西的黄土高原之地 雨水一过便是泥沙俱下 到了下游之后 水流变环 泥沙逐渐沉寂 河床一日高过一日 水患由此而来 黄河之患在沙不在水 要想从根本上治理好黄河泥沙 就得利用草木保湿水土 王后笑了一下 可惜做不到啊 也就自兰州往上游去 那里的草木几百年未有砍伐 情况要好一点 黄沈沉当然还记得韩刚当年所说的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在军营中的小厅内 饮酒打蛋的四个人 各自都已经站在了他人几十年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这是当年想都没敢想过的 他回望着河上 一声声号角 开始为掏声伴奏 赵大要过河了 王后随即也望了过去 在两个人立足的下游不远处 一条长链般的浮桥横在河上 被湍急汹涌的河水向下冲了一个半圆的弧度 桥面在河上起伏 走在上面的车马 看着就像是在挪动 十九条大小渡船 加上一杆羊皮筏子 这是兰州过去用来渡河的工具 不过在官军抵达兰州之后 用了四天的时间 以渡船和羊皮筏子搭起了一条浮桥 而在这之前 与葬花麻就已经殷勤地 帮官军将对岸的西贼一扫而空 让官军可以毫无阻碍地搭桥渡河 昨天中午 浮桥刚刚搭建完成 可到了今天早上 半日加上一夜 官军就已经有一万多人马过了黄河 赵龙作为王中正手下 第一号得用的亲信大将 他的出动代表着中军 也终于开始渡河 等昭大领着西河第一第二 两将的八千人马过河 就该轮到藩军了 希望他们别在桥上乱起来 对于这一次的战争 西河路的藩军都是不情不愿 他们种田养马就能赚大钱 闲暇时踢球看球赌球 有必要去卖命吗 可惜有朝廷的严令 从董瞻以下都不敢不从 上百个部落拼凑起来的一支军队 交由董瞻的便衣儿子 阿里谷统领 想起那一支拼凑起来的藩军 王后也忍不住摇头苦笑 阿里谷本人是个脱油瓶 没有吐蕃赞卜家的血统 在和黄的吐蕃家族中 没有多少微信 要不是他常年在拱州的藩学 混了个脸熟 根本轮不到他来领军 不指望他们能上阵 能吓唬人就可以了 王后叹道 也不知羽藏花麻 会不会派人一同出兵啊 王顺臣问着 两个人都回头望了一眼 在王中正身边 露出谦卑微笑的羽藏花麻 多半会吧 王后看着羽藏花麻的阴晴样 当不会露下这个卖号的机会 兰州拿下来 再随着冠军打到灵州 稳当当的一个观察室到手 这一次要不是仗着冠军的威势 羽藏花麻怎么可能 这么容易就将兰州掌握住啊 也是兰州城中 党项人兵力减少的缘故 最多的时候 也就是西宁九年十年 兰州城中的铁窑子 有一万两千计 粮草几乎都要他供给 那两年羽藏花麻 一个月一封信 求着金略斯早点发兵打兰州 他肯定双手献上城门 也就是到了去年 才减少到八千 这个数目一直保持到战前 就在一个月前 才突然将其中大半 调去了北方 只留下了三千兵马 王后顿了一下补充道 而且几乎都是由小部族的成员 组成的 王后再笑着 勾勒在嘴角的纹路中 尽是讽刺 西夏高层这么做的用意 再明显不过 绝不会硬顶着刚刚出兵后 封锐正盛的官军 而是打算利用艰难 险阻的道路 逐渐消耗官军的锐气 拉长补给线 浅军劫良道 不断削弱官军的实力 最后才会决战 有敌深入 王顺臣冷笑 自然不会有其他招数 王后指着黄河 不过 这一战的关键之处 就在下游八百里外的灵州 星灵本为一体 放弃了灵州 兴庆府不保 一旦官军攻下灵州 西夏就亡了 不论什么计策都没有用 他的声音忽而又低沉起来 可如果官军攻不下灵州 那么西贼逆转的机会就到了 三哥也是这么说 聚集到灵州城下的兵力越多 后勤上的压力就越大 一旦三十余万大军 齐集灵州城 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王顺臣想都不敢想 幸好自己是往西去 六千人马只要能翻越红池岭 粮食要多少就有多少 不用跟自家人抢 王后愧然常叹 唉 明明能一点风险都不冒的 将对手的家当一步步转到手 偏偏还要赌上一把 输了就要倾家荡产 赢了也不过是能早两年 得到对面的赌注 没有见过这么做买卖的 王顺臣转头凝视着王后 疑惑道 不像是钱下你说的话 怎么全是商人的口吻呢 王后随之一笑 哈 这是冯司说的 只是个商人而已 见识却比朝堂上的那些财富 都要强得多呀 是啊 毕竟是三哥的狄青表弟 怎么也不会差的 要不然才这几年的时间 赚的钱都能赶得上一路财税了 王后摇摇头 不说这些了 等过了河就要上阵了 可不要犯了迷惑啊 迷惑可不会再犯 能攻城掠地 都不在乎那几个手机了 在兰州渡过了黄河之后 秦凤西河两路联军 就要赶往东北的灵州 而王顺臣则是要率领偏师 去攻打西北的梁州 不过在这之前 必须要先攻下兰州北岸西侧 武士里的卓罗城 那是西夏卓罗和南军司的核心 也就是西夏 用以控制黄河北岸的重要据点 不论向东还是向西 不将卓罗城控制住 不将卓罗和南军司铲平 梁道和后路 随时都会可能被截断 王顺臣还记得前些日子 被派到他麾下的一名 充当祥岛的僧人 是怎么跟他说的 打下了卓罗城之后 就索科罗川 北上洪池岭 西贼在洪池岭下设有一寨 名为祭桑 这个寨子是专门用来堵截 想绕到兰州来回的回谷商人 当年西贼攻下甘州 宿州和梁州之后 为了收取过税 就强迫走河西道的回谷商人 过了梁州后继续向正东走 经由丝绸之路的北线抵达兴旗府 然后再往中原去 沿进他们走水源充沛的中线 党项人的贪婪在回谷商人中是鼎鼎有名的 收了税不说 有时候有些部族还会假扮盗匪在半路抢劫 人和货都保不住 要不是为了躲避这些强盗 怎么会有从青海走的那条新路出来啊 那可是最难走的一条路啊 但吐蕃可比党项人讲信意多了 夏天的红翅岭深寒如冬 六月都能下雪 想要翻山过去 要先将皮球和郁寒之物准备好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冻伤 不仅仅是从来往黄河两岸的僧侣内里 得到了河西的风土人情 顺丰行中也有许多有关各地地理的资料 冯从义早早的就遣了一名向导 带着资料到王顺臣麾下报道 为了翻阅夏日一寒如冬的红翅岭 分配给王顺臣的六千人马 东一都是随身带在身边 红翅岭的存在阻断了兰州和梁州之间的梁道 王顺臣清兵突进其实很危险 不过梁州是大城 周围的田地也不少 过去的时候正好到了六月 就要就地征凉不算难 党项人的兼壁清野 不至于将梁州也归纳进来 远眺赵龙骑着马从浮桥上急行而过 身穿金甲的王中正也到了桥头前 王顺臣回身向王后拱手一一 秦夏 顺臣要告辞了 王后回了一礼 王后就在兰州静后加印 王后的送行到此为止 她不会随军继续北上 而是要负责梁墨调集 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的兰州 接下来将会成为一个兵战 为前军输送粮草 在朝廷还没有正式设立 兰州这个州级编制的时候 紧邻兰州的桃州 就会将此城 暂时归入管辖范位 而桃州之州王后 就是负责梁墨运输的主官 王中正到底打到哪一步 有一半得看王后的本事了 攻下了两道关口 穿越了恒山 出现在苗寿面前的 不是严阵以带的敌军 而是两条通往灵州的道路 一个是向东北方向 直接攻过去 翻过代代岭之后 便能抵达伟州 再往前就是流向灵州的灵州川 正好能与桓庆军会合 这是预定中的计划 也是桓庆路副总管高尊玉的命令 而另一条路 则是继续顺着葫芦河 向西北绕上一点路 先行抵达黄河 就在黄河河畔边 有一座明沙城 听说明沙城是西贼的粮仓 囤积了数十万蛋的粮草啊 不可能有那么多 西贼这些年穷的都要将裤子押进智库了 这两年关系都是丰收 粮价却依然上涨 有西贼遣人回忆关中粮食的功劳啊 能有个三五万蛋也够全军一个月食用了 至少不用全数依靠后面的民夫运粮上来 他们有几个会拼命卖命呢 高总管可是下令 要我们去伪州跟他们会合的 当真去跟环庆军会合之后 还会有我们立功的机会吗 下面的将校低声思语的声音 不知不觉间因为争吵而大了起来 传到了苗寿的耳朵里 苗寿用力揉着眉心 头痛欲裂 却无心呵斥几句 他手底下的这几位将校 其实说的并没有错 所以才会成他头疼的主音 依照高尊玉之前的吩咐 要靖元军尽早与其会合 不过靖元军的粮草问题 更是一个麻烦 到了高尊玉那里之后 靖元路的民夫却很难 推着粮车追过来 口粮得靠还庆路帮忙解决 可苗寿并不认为在高尊玉的手下 能及时得到粮食上的补给 高尊玉变不出粮食来 而且还庆路出动的兵力 比靖元路要多得多 哪里还能有多余的粮食给苗寿呢 但高尊玉的命令 也不便置之不理 以苗寿对高尊玉的了解 太后的亲叔叔 可不是宽宏大量的人 绝不会原谅自己的冒犯 到底该走哪条路 苗寿现在处在两难的境地中 相比之下 打仗反倒是简单了 下面的将校议论了半天 却不见主帅有任何反应 只顾揉着脑袋 终于有人忍不住催促道 苗帅你发个话吧 到底是走代代灵 还是去明沙城 这样犹豫着不是事啊 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一对对眼睛盯住苗寿 等着他的决定 总管 苗寿的儿子苗吕 用官职称呼着父亲 无等十数载 整个代弹 只为如今一战 还请总管示下 麾下将校和士族们 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思 都摆在了脸上 儿子眼中的野心 更是瞒不过苗寿 一生总管 乃是在提醒苗寿 他是跟高尊玉 平起平坐的一路统帅 只要能有足够的战功 即便不理会高尊玉 也无关紧要 去明沙城 苗寿盘算了半天 意要压下了决心 习贼多半会防着我们 与环庆路会合 汪代代领去 当少不了还要打一仗 攻向明沙城 正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苗寿的解释 谁都能听得出来是借口 但下面的将校们也只需要一个借口 人人抖擞精神 高声喊着末将尊令 便开始争夺先锋将的位置 随着梁道的延伸 梁草的补给会越来越慢 军队只能停下来等补给 而一旦有了足够的粮食 就不用等待后方将粮草送上来 进兵的速度自然能更快上几分 而速度代表了什么 是功劳 封其因子的功劳啊 只要能在眼下将高总管搪塞过去 没有人愿意放过立功受赏的机会 党项人避而不战 现在靖元军上下都充满了自信 可不需要靠笼络主力来壮胆 麾下众将为争夺先锋开始争吵 描述梅宇娟的优色却没有任何变化 身为主帅 考虑的不仅仅是功劳 还有迫在眉睫的危机 在战前 有一点所有人都忽视了 陕西一路从来没有在战争时成功维持过 一条超过三百里的补给线 而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的粮草转运 也同样没有任何经验 您刚才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572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57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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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职天下》第573集